于天宇贺一航搭档主持 天生王牌 近日邀请方瑞娥 吴申梅 苏又荣一起同台飙歌 当方瑞娥演唱过去秀场招牌歌曲 黑玫瑰 因配合歌曲表现内心神通 不时蹲低 甩头 没想到最后往后到时 原本应由贺一航接住 但两人都太过投入 竟双双叠坐在的 贺一航的皮鞋正巧踢中方瑞娥的左脸 立马喊停机冰敷 方瑞娥笑说 当时我想 惨了我要毁容了 贺一航透露 他与方瑞娥过去曾在秀场演出 黑玫瑰 最后因是贺一航要接住往后倒的方瑞娥 没想到近期录像一时不察 不仅没接好方瑞娥 还提中女方脸颊 让方瑞娥痛得久坐在的 随后拿着冰块冰敷 但方瑞娥脸上人明显红肿一块 对此贺一航满事歉意 频频道歉 方瑞娥则大气回应没事 表示两人没套好招 笑说 都是我唱得太冲动了啦 贺一航笑说看方瑞娥唱得很投入 自己也深陷情境 没想到屁股也惨摔在的 当时心想 脚怎么被敲一下 没想到是踢中方瑞娥 问及方瑞娥心情 她笑说怕自己毁容 此时贺一航则亏她 不是吧 你应该是想说赶快领钱 逗得方瑞娥笑声连连 67岁国宝及民谣歌后方瑞娥 9岁就出道 唱过无数快智人口的歌曲 柔美的表演方式 令许多男性观众看了痴迷 但为何她至今仍然独处 是因为缘分味道 还是因为感情创伤太大呢 其实早期时 阿尔姐喜欢唱轻快的歌曲 而后期开始喜欢唱 黑玫瑰这些狠冲的歌路 到现在是以抒情趋风为主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歌路 方瑞娥也很愿意接受挑战 方瑞娥六姓高商一毕业 父亲便安排她到税捐处上班 三个月后 她一度想考快车小姐 但因父亲反对只好作罢 随后受到在台北唱歌朋友的 影界北上进入演艺圈 因为进演艺圈是方瑞娥的决定 父母也尊重她的选择 方瑞娥表示 如果当时没有当歌星 会想要当个平凡的上班族 因为她喜欢稳定的生活 方瑞娥个人的首张专辑是 淮春区 成名代表作救赎 最后的火车站 销售量在当时超过一百多万张 这也让方瑞娥有火车母的封号 许多外省人也很喜欢这首歌 尤其是兵营的弟兄 甚至整天都放着这首歌 火红程度不输 现在星光大道的背叛 演艺圈的歌神小哥费玉清也很喜欢 最后的火车站 这首歌 每次遇见方瑞娥都会哼个一 二句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写出许多离乡北上工作的人搭火车的心境 充分反映出外人的心声 当时全省电台陷入了疯狂播歌的状态 歌唱受到肯定的方瑞娥 电影片约也接踵而至 小时候拍的第一部电影 是一部教育片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是新闻局指定要每个学校让所有学生进戏院看的教育片 男主角是丁强 还有演员王满娇 提到当时到底在演时吗 方姐说她当时年纪小 自己也不知道就傻傻的演 这时期非常流行的是 随便登台作秀 方瑞娥加入丽哥唱片后首张专辑 香蕉园 同时也是台式第一部的七点半连续剧主题区 在当时无尽怀老师帮方瑞娥亮声打造了很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方瑞娥也破纪录连续唱了十年的台式七点半连续剧主题区 以前流行的是七点半档的连续剧 而主题区常常都是当天录当天播 根本没时间练习 方瑞娥形容那时常常看谱后二十分钟就开始录音了 现学现录的实力 也曾创下一个晚上可以录三张专辑 相当于三十六首歌的记录 尤其以前的录音技术不像现在可以剪接 需要一次好 而且歌词三遍都不同 至今方瑞娥回想起来也很佩服自己当时的实力派唱功 在之前方瑞娥拍过电影 其实她也演过连续剧女主角 因为唱了长达十年的连续剧主题区 所以有许多戏剧制作人 相中方瑞娥的清纯模样不断邀约来演戏 于是方瑞娥在华世闽南语连续剧中当过第一女主角 拍电影和演连续剧都有过第一次的经验后 颇受好评的方瑞娥却不敢再尝试第二次 因为演员工作都需熬夜 她觉得还是唱歌好 在大家眼里 方瑞娥是一个早睡早起 非常准时的艺人 不管是跑通告 拍MV总是第一个准备好的人 这次在拍摄主打歌 漂亮一生 需要方瑞娥很早起床 早起难不到她 不过因为方瑞娥要配合歌曲的意境 需要不断地起身 坐下 敬业的方瑞娥之前的脚伤还未复原 但她却一点都不喊泪 可爱的方瑞娥也发挥她小甜甜 封号 让拍摄现场笑声不断 连导演都屈服于方姐的唱功 使出全力认真为她拍摄 方瑞娥擅长以柔美的歌声 问完妩媚的舞台形象为观众带来欢笑 出道超过半世纪 令无数了迷味之痴迷 然而 令人不解的是 美丽出众的她自十多年前 与宝岛歌王叶启田的一段情后 在感情方面却至今孤身一人 导致许多人都认为她是遭到难方伤的很深 对此方瑞娥就曾在一次访谈中分享自己对感情的真实看法 据《自由时报》报导 方瑞娥当年雨夜起甜情断后 便对感情生活相当低调 事实上 方瑞娥虽对这段情不愿多谈 但也曾表示 对感情不敢寄托实骂 感情对我来说 是奢侈品 直到近几年方瑞娥才逐渐释怀 强调自己如今并非是不敢再去谈感情 而是非常享受目前单身的生活状态 说着说招还大方分享了自己的生活 方瑞娥接着指出 随着年纪渐增 她也渐渐地开始享受单身的乐趣 可以不用顾忌地吃喝玩乐 更透露平日最爱的便是到各大知名米其林餐厅享受美食 说到此处 她还忍不住自豪 因为有着吃不胖的好体质 让她在大吃大喝之余人能保持较好身材 甚至曾创下一天吃七餐的记录 不禁让人羡慕不已 方瑞娥以独特又多变的长腔走红歌坛 女人味十足的外形 更是让许多男性歌迷未知倾倒 但为何至今仍然孤身一人 好友张秀卿笑着说 我真的没有听过有人追她 我有一次碰到小刘哥哥 我说 小刘哥哥 你以前怎么没有追阿俄姐 她说她那个嗲气我会受不了 我如果跟她交往三天 我就往生了 其实对于叶启天和方瑞娥 贺一航曾说 他们两个完全是狼才女貌 两人外表非常登对 不料最终两人仍无疾而终 贺一航透露 方瑞娥在这段感情烙印了深深的伤疤 一度不愿再谈感情 对此 方瑞娥枪声 没有啦 不要听她说 她最爱吃我豆腐 仅表示现在一心只爱吃喝玩乐 是吃米其林餐厅 而 超级红人榜 初始过年特别节目 男女歌合战 再度强势登场 2023年红人榜播出满十周年 制作单位特别将表演主轴设定位 传承 让观众们能欣赏到台语歌坛前 被与红人榜歌手的合作表演 这次节目还邀请到人称小甜甜布兰娥的方瑞娥来到红人榜舞台 她特别带着她的妹妹同台演出 在众人期待妹妹的现身时 出场的竟是红人榜的当红炸子鸡 陈梦贤 她为了扮演方瑞娥的妹妹祭出久违的反串演出 两姐妹性感献唱《三个爱人》的歌中剧 妖娇的模样让主持人蔡昌献 许致豪以及歌手高家群都忍不住搭讪她们 上演三男追求女神的戏码 逗得大家乐不可知 陈梦贤首次跟前辈方瑞娥合作 她开玩笑地表示 刚开始以为阿勒姐会很严肃 没想到原来阿勒姐也是骚底的 与碧就和方瑞娥同声大笑还牵起手来 姐妹花逗趣的画面让现场笑声不断 而陈梦贤的变装表演一直都深受观众喜爱 这次为了与方瑞娥做搭配 硬是将不合身的女装给穿进去 结果导致太过谨慎 被裁肠线调砍说方瑞娥穿起来像礼服 陈梦贤穿起来像防寒衣 许致豪更说陈梦贤的肚子看起来像怀孕三个月 笑翻众人 如今67岁的方瑞娥一个人也过得非常好 方瑞娥曾说 我对感情不敢寄托时吗 感情对我来说是奢侈品 她只简单地希望 每一天都能快乐活着就好 哦 哦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